大家已經基本有一個操作的Google地球的概念之後 我們就來看它還有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說日光照射 這個是更好玩的 就是你可以搭配這樣子的 來我們來這邊 你看上面有個太陽有沒有 所以呢 你如果說我想在這邊 好我們就先連過去啦 好進來了 對著圖釘不喜歡可以嗎 當然可以啊 按右鍵 這裡有一個內容 確定 有一個圖釘在這裡有沒有 你可以改 甚至你可以自訂 你也可以自訂都可以 好這是第一個 還有你的比例啊透明度啊 這都ok 好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的那個樣式啊 包括了 因為我現在這是一個 地標旁邊這裡有這個 對不對 這裡有這裡 那 如果你當我做的時候呢 也可以從這邊標籤的顏色 圖示的顏色 都可以改 另外呢 那 很不一樣的 很不一樣的 它可以直接用絕對高度 或者相對海團高度 怎麼樣 因為有些地方你是需要有一點點高度的 對不對 比如說我的位置啊 我照在這個地圖的上面的時候 如果我要做那個高度的分布圖 那你可以直接從這邊直接去 距離地面多少 或距離海面多少 我們從這個地方可以去做判斷 可以做判斷 那另外呢 它也可以加超連結或圖片 也就是說當我看到這裡的時候 我點下去 它就連到哪邊 就連到哪邊 這是一個方法 那麼我們剛看上面這個日光 點一下 它會把目前你看 這裡 這個時間 它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是 晚上的或者是日落的 你就會看到類似像這樣有一個分隔線 那你知道說那個日出日落的位置 那個陽光的變化 那另外呢 這個就簡單了 有沒有看到這個叫做歷史的 圖像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一張 你可以在左 下面這裡 看到它是什麼時候拍的 這個是8月1號的時候拍的 所以呢你可以從上面 我想看看 這個 到2006年的時候 唉呦 真的不太一樣耶 2006年的時候 這裡 跟 現在 有哪裡不一樣嗎 好像還好 這邊都已經見好了 這邊好像還好 因為這邊都已經有那個3D的那個 場景了 你可以從這邊 然後原則上就從這邊去看 看不一樣 當然你靠的比較近 可以去看一下 所以你要找歷史 有沒有發現比Google地圖還容易一點 你不想要的話就把它關掉就好了 那麼如果你想要測量一下 兩地之間的距離 你就可以像這樣 從這邊到這邊 到這邊 看你 直線的或者是什麼 路線的 這就是多邊形的 有 有沒有 這個是簡單的 你可以像這樣去測量 這我就 不用在這邊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說 如果你想要自己增加地標 甚至要自己增加多邊形 有沒有 你點一下之後呢 就可以來這邊 比如說我想要針對我們操場的部分 我現在是多邊形 有沒有 那你可以來這裡 樣是這邊 我的線條 要什麼顏色的 我的粗細 中間的區域 不想要那麼填滿 確定下來 這樣是不是就有了 你看它會加到哪裡 加到這邊來 有沒有 好會加到這邊來 那當然那個名稱 你可以直接按右鍵內容這邊 自己再做調整 再做調整 所以你要做應該是還蠻快的 還蠻快的 所以從這邊 那如果說你不想要放到我的位置 這個裡面 你想要自己建立一個專屬的 你就可以建立一個自己的資料夾 比如說這是一個測試用的 好我就直接確定 有沒有多一個跑出來的 對不對 那你可以在下面再增加其他的 好再增加其他的 那 剛剛呢 我們剛剛這是多邊形 或者是那個 那如果你是路徑就是在這裡 一樣的 它其實好處就是說 你在使用上 應該會比你在網頁上這樣瀏覽 來個更快一些 好更快一些 那 另外呢 塗層 這個 待會兒我們應該先看一些 應用的範例 你再來看這個會比較多 因為 比如說我如果 想去比較 這個位置 今年明年 或者是跟幾年前的不一樣的時候 我可以把地圖就直接疊在上面 疊在上面 疊在上面 比如說像我們在這個上面 在這裡 我們有一些那個叫做 應用 像前幾年墨西哥灣有漏油 有沒有 對不對 然後呢 還有像那個 日本的三陰大地震 對不對 地震前地震後 我怎麼知道差在哪裡 你可以把地圖套進去 就馬上看到 那 從這邊它的圖層裡面 你就可以去選擇 我的 是什麼樣的圖檔 它就可以疊到上面去 疊到上面去去做 那這個是 給各位稍微先參考一下的 那最後呢 這裡還有一個導覽的 如果我們在看這個內容的時候 我可以把這個打開 好 你可以看到我現在打開了之後 有沒有下面都有一個錄影的功能 那當然如果你要錄聲音也可以 好 我就先按下去囉 OK 那麼當你在瀏覽的過程 比如說我從這邊過來 然後我順便 這邊呢 我再找個 不同的方向 它 你會發現它已經在錄了 有沒有 那我再前進一點 好 我到這邊就停止 OK 你就可以play了 有沒有動畫就做出來了 所以你現在看到其實很多電視台 它那個動畫 就這種地理的動畫 用這個就可以做 只差在哪裡 它必須要用專業版的 因為專業版的 這個部分 可以直接存檔的時候 就變成一段影片 但是我們現在標準版的 你按存檔的時候 你只能把這個 加到就是這個位置裡面來 下自然這個也繼續看 只是說你就是放在這裡而已 必須要自己 在裡面直接按play這樣 沒有辦法說直接就拿出去 所以你看 確定 所以如果你點到這裡 你看它點到旁邊 沒有 點到這個的話它 先把它關掉 點到這裡 點到這邊 它就會這個會跑出來 讓你去做導覽 這樣會了嗎 所以其實幾個簡單的操作 我們透過這個方式 應該各位就會使用的比較順暢 其實說真的 因為軟體部分 在自己電腦裡面讓 你這樣 你會發現說有沒有 跟操作度上 會比我們剛剛直接用過個地圖的 方式來的順暢很多 好